平时我们在客户去选择舞台绑材的时候 他们就会出现一些困惑 市场上面有不同的绑制的一些材料 那大家都会疑问是说 什么样的绑材相对在工程应用上面 它的产品性价比更高 或者是说在应用上面它的安全度更高 你能结合这次绑材的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要看我们的用户的需求 因为我们的木板有分三种 像这种是属于全阳木的 但是它就是全阳木的木届比较松圆 那么这种是安木的 它安木的它的硬度是达到很高的 这个很强的一个材质 那么这种是由那个阳木跟安木也在一起混合压设成的木板 那么就看你用户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你示例还有示娃还有那个 比如说会议还有聚会 就是结合客户对这个板材的沉重的一些要求 包括应地的要求去选择不同的板材 去选择不同的板材 去选择不同的材质 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不同的板材里面呢 分别就可以分为全阳 全阳的话它的板质比较舒松 然后还有全阳 全阳的话它整个板质是比较硬的 对吧 但是相对来说呢 它的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 那对于第三种来说呢 是安木和阳木的一个结合体 这种呢 它就既结合了安木的硬度 又结合到这个阳木的经济 所以相对来说 阳杂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感谢老哥的专业讲解